麒麟电视全球首创最大的IPTV中文电视平台 提供60多个热门华语频道 包括中国的央视寺 湖南卫视 上海东方 台湾的民视 东森 卫视中文台等 有线电视及iTalkBB的用户请注意 现在订购就可享受6个月免约费 及3个月的影视点播 赶快拨打麒麟电视销售热线 18884360596 18884360596 5点33分的时间准时开始 今天的风火台 今天不知道各位观众还记不记得 我们之前说过安省政府 又是这个省长麒麟电视领代表团访问中国 很快这个访问团又回来了 之前我们请过陈国志厅长上来 说过就是说今次的行程 究竟希望他们带到什么目的 说这么快他们又回来了 今天也请到就是安省旅游及文化厅长陈国志上来 不再说说今次访华之旅的成果 Michael你好 这次回到大陆访问 其实那个成果是怎样 和你简单说好吗 我认为都相当不错的 因为2008年我都去过一次 省长2005年又去过一次 这是第三次官式访问中国 这次其实是最细形的 是怎样呢 就是没有商业的机构在一起的 其实省长和办公厅 还有有两个厅 一个是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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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访问 但成果就相当不错了 在旅游方面就拿了几个协议 在学校 国际教育也拿了几个协议 协议 也有一两个 也不止两个 两三个 贸易也来安心投资 另外在香港也见过曾特首 我没见过他 在电视上见过 先人也没见过 都寒天几句 成果我认为都算是一个挺好的收获 这次你刚才说 这次是省政府第三次去大陆访问 其实这次回到中国内地 和以往给你的印象 有没有什么特别不同 你觉得 中国我经常说 就是它一年那些都五年的 真的 你只要一两年不回去 就看到有没有搞错 又多了这么多洞楼出来 或者又多了个火车的路出来 这次很特别 因为我们上一趟都在上海 和南京搭火车 上一趟火车就搭了三个小时 这次搭了一个小时零十五分钟 原因是它又高 所谓高铁 走快很多 又真的中国是一日千里的 无论在经济方面 或者在科技方面 在建设方面 根本中国或者印度 一样对这个世界 大家竞争方面 产生过很大的增长力 我知道今次访问的旅程 就是一个叫商贸之旅 其实在法国新商机方面 其实今次的收获在哪里 商机是一个挺偶然的收获 我刚刚就在安山南部 就是这个温沙那里 有一个叫做Pay Lee Island 那里也有洋酒 刚刚就有一个 就是这里的 中国和加拿大人 在河南开了酒莊 那买什么酒呢 就是买Pay Lee Island的酒 就是那里的酒 就适逢其会 我们的贸易厅长 Minister Puppetelo 他就到那里 那河南来说 就不是那么多时候 就是迎接到 就是第二个国家 或者省长 或者厅长以上的人去访问 那里也挺注重的 而开幕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来 那些人都出来看 而因为这个是 就是中国市场很大 现在是红酒 白酒 冰酒 真的中国现在真的 每年的增长都很紧要 竞争很大 所以这个酒莊屋 就能够卖到Pay Lee Island的酒 据我所知 我们在中国当时 在温沙地区的地方的报纸 就已经不停地报道 反应相当大 这个不是很大的投资 就是这个商贸 但是就是那个 这个重要性很重要 另外一个 这个很好 这个就是 有一个叫做 大泉 我想这个名叫做 江苏省 是做这个太阳能 那些板 是很出名的 很大 能够帮我们的 Hamilton 这个市 一间公司合资 合并 不是合资 合资 就把他到太阳能板 现在去Hamilton做 很多人说 中国的东西 有些人工便宜 这样那样 现在不是 他是搬过来这里 在Hamilton开厂 做太阳能板 300个人 300个人不少 一间公司都 是投资都相当的 第二个 这个对我的 我的选择不错了 就是万感市区 和阿德华 这个华威 华威电讯 那些电讯科技 就相当于以前的 Nortel 那些科技 他也是打算有300多个位 在阿德华 和在Markham 共一中300多个 去投资 他投资了6700万 所以都 不是一个大团的商贸团去 但是能够有这些投资过来 我觉得最重要性是什么 就是我们出口点给他 然后他过来 是做些东西 因为刚刚是反转了 这个我希望 如果能够不停下去 变成让安省方面 是好些 还有帮中国大家去互动 有一个新的动向 我想会激愤一下 Ontarian 帮中国做生意 很多 除了高科技 又有些太阳能 甚至是酒庄 都可以有些受惠之外 我知道 譬如好像 在这个 潔淨水科技上面 其实省长 都很着重这个行业 特别是安省 知道他都很大力去推动 其实在这方面 在大陆里面 会不会那个需求都很大 桑衍大 就是不是得罪 你是中国 因为这么多年发展 有一样是比较严重一点的 可以说破坏的就是这个环境方面 是 你如果是在中国去旅行 经常见到那些水 一些黄 一些就比较深黄 都是那个污染 染污程度都挺重要的 现在其实他政府也知道 很多的 无论现在你去做个公园 好啊 建藤楼好 他一定问你 环保方面是怎样的 而就是我们的安省 有二千多间公司 在这个所谓环保方面 是在做功夫的 在清洁水方面也是不错的 我们的技术 听说是挺顶尖的 和法国也有得比较 法国相当高 中国有一个湖 很出名的 叫泰湖 泰湖出名 但是泰湖的染污 就是在墓石那里 也挺严重的 这一次我们的经贸厅厅长 Minister Popataro 他亲自自己去泰湖看一看 也是把我们这个水 就是清洁水的技术 介绍一下 有没有成果呢 就是已经到最后的成果 但希望能够把一个信息带出去 我们安省在这方面 技术相当高 也是想来泰湖看一看 除了说这个洁净水 或者很多这些商贸之外 说回旅游那方面 其实今次走访了大陆这么多的城市 其实在这个旅游上面 都会不会和某些省份 都签订了一些个别的协议 或者可能那些省份 会有多些的游客可以过来 我们安省也有 这个也有 其实我去10天 省也去7天 我去10天 去3天的原因 就是我要升红部队 而想做这件事 就是和3个省先拿协议 刚才你说的旅游 其实就是在夏天的时候 我们的总理和中国的胡锦涛主席 已经签了这个ADS 旅游目的地 已经落实了 我发觉就是什么 落实了之后 那多少人来 来当然好 如果不来那怎么办 好像没有一个数目 知道吗 我们知道 签订了就有人来 但我想说 不如我有个目标好些 其实我就是 7月份的时候我在中国 和我的家人一起去旅游 我刚刚去到河南 那个朋友他又在旅游方面 他说 陈先生 现在刚刚签了这个目的地 不如我们可以支持一下你 我怎么支持 我们可以给你一个数目 希望河南有这么多人来 我说是什么好事 是不是这个 那我就帮我谈了之后 所以都不错 我看到这样 我刚刚又去江苏去南京 又是有个朋友谈开来 我说 喂 可不可以做到 可不可以多些 是啊 我们江苏山这么大的 应该比河南更好些 又是找个电话 这个朋友 又帮山东的朋友 我又熟 我去山东又帮他聊一下 其实夏天的时候 我去了山河省 回来之后 十月来了 再去 我特地在三天之前 就是我们省长三天起庭之前 三天我自己去 去了山东和河南 和江苏 把三个 即是每个省和安省 另外独立签了个合议 山东的合议就是 他一年给一万个人来 江苏省一年给一万个人 河南他一年就比较客气 六千 加上是二万六 这个是白纸黑字写了 一个旅游的MOU 虽然没有一个法律的什么 但是一个好的目标 回来之后 我打算帮我们行内业街 还有我们有一个OTNPC 这是我们政府公营机构 帮我沟通之后 如何帮这个省互动 据听说 中国希望多些旅客去其他国家 都不要说去旅游或见识 其实他希望多些他自己的人民出去 了解一下其他人民 了解一下其他地方 从而令到他知道一下多些 就是外国的文化 回到中国又可以引进化 我见过这些文化 让他沟通好些和諧些 我想是有另外一个重要性 对我们好事 二万六是五年 每年二万六 五年是十三万 每人现在平均洗费是一千五百元 加上五年是二亿多 这个真的是正代入来的 如果做到这个数目 就相当不错 所以我回来一星期 我还没有时间去帮业界联络 我希望能够帮业多一下 如何推动这个数目 我见到今次省政府 这个访华旅程 似乎的成果都很封销 特别在经贸和旅游方面 特别在旅游方面 和几个省份都签订了一些备忘 究竟如何可以落实到 或者可以安省我们本土 会不会都要加强一些旅游设施等等 稍后回来 继续和听长谈 现在去广告 一会回来继续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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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